牛樟枝国际产业创新研讨会 邀请台湾各界专家学者 共同探讨牛樟枝未来产业发展 开幕活动上 中华民国前副总统陈建仁 特别录制影片 感谢业界人士对牛樟枝产业的努力 感谢上天是给台湾人这样珍贵的牛樟枝 感谢陈水田理事长带领一群优秀的 产学员界的精英 从历史脉络文化传承科技研发上 探索牛樟枝的多元价值 这一次除了原来的国际研讨会以外 希望把这个产业界的牛樟枝的永续 森林里面怎么保育 还有未来这个探权牛樟树种的探权 通通把它包刮在这个研讨会里面 牛樟枝为台湾特有种 产值曾高达新台币30亿元 但2013年发生的牛樟枝高剂量 有毒风波重创产业 石澳署要求牛樟枝业者 提供90天喂食毒性试验等报告 今年8月经济部也通过 牛樟枝子实体制定国家标准 为牛樟枝食安把关 有了规范那大家业者能去遵守 那除了牛樟枝最新管理办法 为福部的 现在就还有多了一个中央标准级 那当然是我认为是 还是对消费者是好的 牛樟枝是台湾独有 在这个全世界 我们因为有这么好的资源之下 政府这边要再加把劲 继续支持这个 以后未来的绿色产业 拖了七年以后 办了十几次的公厅会 但是终于通过了 所以对厂商来讲 他们会有一个余计 那这样会更好 研讨会现场也展示研发成果 将牛樟枝萃取成粉状 做复方基底 开发多元产品 提升牛樟枝产业价值 开创新局 台湾国报牛樟枝协会赞 新唐亚在电视成本 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